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游院长 苏院长 各位官员早安 现在疫情是全世界非常严重的一场战争 本席所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也有37个军人或文职人员确认感染 现在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中国 大陆都有军人感染 在这里先肯定我们国防部这段时间以来 有关防疫以及投入口罩生产的努力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几个更细部的工作 第一个 这一段时间的军事交流是不是考虑停止 因为全世界都是灾区了 第二个 我们现在各级指挥所的硬体设备预备计划 我相信国防部都已经完成了 本席在这里要提醒的是软体 网络 资安的问题 以及第二第三套人力 一旦感染这些人都被管控起来居家隔离 那么人力复合这些都是需要训练的 才能够执行这种高级的值班工作 那么金马东影 海军舰艇 空军的雷达战 这些我们目前的休假轮训都是正常 也就是跟社会大众的接触并没有停歇 这些是相对它的医疗资源防护能量是有限的 有没有更具体更配套的措施 来确保我们这些最前线的金马东影 澎湖 以及海军舰艇 高山站台 这些防疫的措施千万不能有破口 这是国家安全的第一线 那么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政府很积极很努力 三件齐发 国安基金准备进场护盘 央行降息 金管会发布净空令 可是人民依然在抢购物资 也就是政府的措施是不错 人民没有感觉 可以呼吁一下是不是参考美国 昨天晚上发布了每一个国民贴补一千两百块美金 十二岁以下孩童五千块美金 直接让人民有感 我想政府如果考虑在财力许可下 是不是可以考虑发放一定程度的现金给每一个国民 让人民真的有点感觉 有点安心 不要再去抢购物资 因而信任政府 我们要做最坏的 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谢谢 谢谢